李小璐与贾买亮 原本是娱乐圈里一对模范夫妻,贾买亮不顾一切吹李小璐的故事感动了不少人。 直到耶稣们事件曝光,贾买亮依然选择原谅,由此可见他对李小璐和家庭的爱。 然而,对方并不领情,有些伤害是无法预合的。 李小璐和皮革的事情大白天下后,贾买亮成了全国皆知的绿帽王,试问哪个男人能容忍自己媳妇和干弟弟之间的暧昧往来。 贾买亮做到了,破镜无法重圆,虽然贾买亮是图努力换回李小璐的心,但夫妻俩最终还是走到了貌责神里的前地,再爸爸回来了。 大家能够看住两人的气场不像夫妻了。 越来越多的事情,开始让贾买亮心凉,最终积累到临界点开始爆发。 先是贾买亮的助理通过微博点赞了一些批评李小璐的内容,还转发了一些本次的话,一开始李小璐团队没有反击,慢慢的开始绷不住了。 接着,李小璐在微博上,转发了一段在电视剧奋斗中,他扮演的角色,骂老公的话,有一句是这样的,我跟了你,真是到了八辈子的没,这句话太明显了,简直就是宣战的信号。 贾买亮的助理看到后,直接点赞了私人定制李,放尾骂李小璐不要脸的那段台词,可以说针对性非常强了,虽然贾买亮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此事,但他助理的一系列行为,很难说完全是个人动作。 有网友喊话说,辛苦聊两个,忍了那么久不容易,这,年头,爱情和婚姻都越来越难经营,很多明星都在新婚,维持一个看似体面的社会身份,被地理各玩各的,普通人也有很多这样的,对此,你怎么看呢?